Hi,我是Teddy,歡迎回到我的Massive系列教學影片 在一集影片以及下一集影片呢 我們要來討論在Massive裡面的Envelope 這邊有四個Envelope 其中Envelope1,Envelope2,還有Envelope3 它們是Modulation Envelope 第四個Envelope呢,叫做Amplitude 或者是叫做Amplifier Envelope 因为它是控制音量的 在我们谈到Envelope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什么叫调变 调变的意思是 让调变器就是Modulator 简单来说就是调味料 你要在声音里面去加入调味料 让声音听起来更有丰富的变化以及动态 那调变的要件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Source 你要用哪一台调变器来调变 你要用Envelope呢 还是要用LFO 还是要用其他的例如Stepper 或者是Performance等等 第二个是Target Target是被调味的参数是谁 Source是调味料吗 那要被加调味料的人是谁呢 所以Source跟Target它们两个是相对的概念 再来第三个是Amount Amount的意思是控制调变的大小 讲直白一点就是你的调味料要加多还是要加少 你想要的味道是要很浓的味道还是比较偏清淡的味道 这是调变的要件 再来在Massive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Side Chain Modulation 它的意思是Source它会透过其他的参数去控制调变的大小 那这个Side Chain Modulation呢 我在这部影片当中我就不会再说明了 因为我在Massive系列教学影片的第13集 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的超级清楚 如果说你还不熟什么叫做Side Chain Modulation 就欢迎你点阅那部影片哦 连结在右上角这个地方 在讨论完调变的要件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Envelope 我之前在Massive系列教学影片的Envelope 我是把Amplitude Envelope跟Modulation Envelope把它搞在一起讲 这样子的方法会让很多听众看的是一头雾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把Envelope系列把它重拍的原因 因为我要把Modulation Envelope跟Amplitude Envelope把它分开来拍 那这一集我们先讲Amplitude Envelope 首先Envelope是这样子的 按照负责调变的目标不同 它的名称也会有所不同 Amplitude Envelope或者是又叫做Amplifier Envelope 它是决定了声音的正伏 注意正伏跟音量是同一个概念 正伏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随着时间往前走 那音量的变化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Amplitude Envelope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是Modulation Envelope Modulation Envelope它是决定了各个参数的移动走向和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把Modulation Envelope把它想象成一只手 由这一只手帮你转动你想要调变的参数 再来要讲的是Envelope的四大参数 叫A.D.S.R A是Attack D是Decay S是Sustain R是Release 首先第一点一定要补充的是 我在Massive系列教学影片的第一集 第一集当中我关于Sustain的叙述是错误的 这一点又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首先Attack Attack的意思是 当你按下Mini键盘的时候 声音的音量从0到达最大值的时间差 它的单位通常是用毫秒来计算的 那1000毫秒就等于1秒钟 Attack time是声音从0到最大值 你们看这边Maximum到Maximum的最大值的时间差 再来声音到达最大值之后呢 它需要衰减 衰减到Sustain Level的时间差 就叫做Decay Time 那Sustain Level是什么意思呢 看这边 Sustain Level的意思是 当合成器持续被驱动的情况之下 维持音量就叫做Sustain Level 什么叫做被驱动啊 就是你一直按着Mini键盘不动 你不要放开 这个叫做被驱动 你一直去驱动合成器 不要放开 那它维持音量就叫做Sustain Level 那么当声音的音量到达最大值之后 它会一路衰减到Sustain的时间差 这段时间差就叫做Decay Time 至于Release Time的意思是 你要放开情节之后 音量从Sustain Level到完全消失 消失意思是完全听不到的时间差 有多长 单位也是好秒 从这张讲义的内容可以看到 Attack Decay以及Release 它们的单位是Time 都是时间对吧 只有Sustain它的计算的单位是Level 是音量的Level 这一点是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还给大家 这些观念是你们本来就要有的 只不过我之前讲错了 对不起大家 回到Massive 这一集的主角就是要讲这个Envelope 4 为什么 因为它是Amplifier Envelope 它是控制音量的 你可以在这地方找到ADSR的参数 这个是Attack Time 那就是Attack Level Attack Level我一定把它调到最大 我把Attack Time把它调到很右边的地方 这是我按下密尼Keyboard 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吧 这个就是Attack Time 声音的音量到达最大值之后 它会需要衰减到Sustain Level Sustain Level的音量要在哪边调呢 它跟DK摆在一起 这一颗旋钮 这颗旋钮它是Sustain Level 例如我把它调到一半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按下密尼键盘 它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声音它会从零 就是没有声音 一路爬到最大值 那声音它会衰减一半的音量 它会利用DK Time这段时间来衰减一半 好一路往上爬 好衰减到一半 如果DK不够长的话 我把DK Time再延长一下 让大家听得清楚一点 好一路往上 衰减 好现在在这边哦 只要我MIDI Keyboard不放开 大家就会一直听到这个声音 此时我把Release打开 打开到三点钟方向 我现在MIDI Keyboard还没放哦 好我现在放开 放开MIDI Keyboard的时候 声音的音量从Sustain值 一路衰减到你听不到的这段时间差 就叫做Release Time 这个就是ADSR的观念 你想要了解这个单元的话呢 你就看我之前旧的Massive系列教学影片 我里面有针对这个 我解释很清楚 还有前面这个Delay 这个就是关于Amplitude Envelope的概念 所以它是影响到音量的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Amplitude Envelope 去做些什么呢 Amplitude Envelope 它可以决定声音的形状 有一些音色呢 它是适合 举个例子好了 像Pad Pad这种音色 我从它里面选择一个Preset好了 好 有了 找到一个Preset 叫做All Souls 它是一个Pad的音色 你可以看看它的这个设定值 它这个Attack Time 它都开得比较大 那Release也开得比较大 代表说是这种Pad的音色 它是来得慢 然后呢消失的速度呢 就是来得慢 去得也慢 这种音色就是Pad 放开MIDI Keyboard 那像Lead啊Bass这些音色 Lead的话它就是 来得快去得也快 所以Lead的音色 它的Attack值一定会很低 Release值也会很低 甚至有可能它只开一点点 Attack Time也是 它只会有一点点 这个就是Lead的音色 它是来得快去得快 Bass的话 Bass的音色设计会用到Decay 好的以上的内容就是关于 在Massive里面的Amplitude Envelope 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ADSR A是Attack Time 是按下琴键的那一瞬间 音量从0到最大值的时间差 就是Attack Time 单位是毫秒啊 那1000毫秒就是一秒钟 音量到达最大值之后 它需要衰减 那衰减到Sustain值的时间差 就是Decay Time Sustain Level的意思是 当合成器一直被驱动的情况之下 维持的音量 就是你一直按下MIDI Keyboard 你不要放开 你听到那个音量 就是Sustain Level 那你放开琴键的时候 音量从Sustain Level 到完全消失的时间差 就是Release Time 那再复习一次 有一些音色的特色 它就是Attack Time 跟Release Time 调得比较高 那这种音色就是Patt 或者是像小提琴那种音色 就是来得慢 去得也慢的那种音色 钢琴的话 它就是来得快去得快 它就是Attack Time 跟Release Time 都调得非常低 下一部影片 我要来补充 什么是Modulation Envelope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 拜拜